- 韓國人 - 韓國人 - 韓國人 - 我們是打假漢將 - 然後今天哇 - 好特別喔 - 因為今天我們來到高雄 - 然後特別來拜個碼頭 - 見到我們的這個 - 這個秦茂哥 - 還有我們的老朋友 - 鄭政前委員 - 然後今天由我們三個人出現 - 就是代表怎麼樣 - 就是希望2021 - 2021 - 正能量啦 - 正能量啦 對 - 所以今天韓國人想要 - 跟大家聊的也就是 - 我們希望啊 - 把過去的一些 - 這種不管自己人 - 或者是我們對於這個 - 上一年萊豬進來了 - 我真的是非常的憤怒啊 - 是 - 但是啊各位 - 我們一定要擦亮眼睛去 - 更清楚去看 - 這民進黨接下來 - 會用多少的奧布 - 這個我相信這個秦茂哥 - 因為他之前是民進黨 - 對沒錯 - 算是什麼 - 可不可以講一下 - 我是103年啊 - 英文主席啊 - 當時推的小草政策啊 - 有成員之一啊 - 蛤 - 就是你 - 哈哈哈哈 - 為什麼當時是為什麼 - 會想要進入民進黨 - 其實我們南部啊 - 鄉下的部分啊 - 尤其海邊 - 漁民農民啊 - 比較相信民進黨 - 因為啊 - 他們的表達方式 - 都告訴我們 - 國民黨有多壞 - 有多壞 - 所以在那些情況 - 九二九租的仙討之下 - 都會相信民進黨 - 對 - 因為現在租信 - 比較快 - 也比較多 - 所以啊 - 我覺醒的是 - 啊 108年 - 覺醒的時候 - 剛好韓國瑜來 - 那時候啊 - 對 - 我覺得說民進黨不對呢 - 好像跟韓國瑜講的差 - 差很多啊 - 對 - 所以那時候我就一籃責籃 - 以地方主席的身份 - 跟民進黨現任的代表 - 開記者會 - 公開出處韓國瑜 - 到現在 - 哇 - 好像那時候有看到那個新聞嗎 - 好像非常大 - 就說這個 - 好像這個民進黨自己的人 - 倒戈 - 倒戈 - 對 - 基層全部倒戈啦 - 所以你看 - 茂哥那時候 - 我相信應該有非常多的攻擊 - 喔當然啦 - 攻擊不在話下啦 - 什麼被骨的啦 - 什麼叛徒啦 - 什麼一大堆啦 - 啊我就跟他們說啦 - 我又沒有賣給民進黨 - 你民進黨不是以前的民進黨嘛 - 對不對 - 啊你們現在民進黨 -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嘛 - 受肉精 - 受肉精 - 我們政委員在立法院 - 跟 - 欸委員 - 你真勇敢 - 你知道嗎 - 很多網友跟我說啊 - 說那個真正錢啊 - 身高不是很高呢 - 跟那個 - 八十千啊 - 欸 - 他的主地兵啊 - 吳秉瑞 - 外號 - 大秉啊 - 你跟他打成一團啊 - 你是為台灣人 - 再打拚啊 - 所以這點我要再給你拍拍手 - 謝謝 謝謝 - 沒有是真的 - 因為齁 - 因為齁 - 你勇敢這樣 - 雖然我們是少數 - 所以你們跟他拚跟他打 - 打到最後 - 我們前幾天啊 - 原蛋啊 - 出來講話啦 - 喔 - 說叫人啊 - 要體恤他啦 - 啊 叫台灣人要體恤 - 對啊 - 因為他說我們台灣是個小島嘛 - 要靠貿易 - 那我想問貿哥 - 我想問委員 - 那2016台灣是比較大嗎 - 是不是一個小島嗎 - 都一樣嘛 - 都一樣嘛 - 不是嗎 - 對對對對 - 這個人講話就很矛盾啦 - 所以我也想問委員啦 - 在2021啊 - 尤其我們立委啊 - 未來你的目標方向 - 尤其你有沒有什麼 - 現在了解到這個民進黨未來 - 可能要對於什麼樣的法律 - 有什麼樣的這個攻防 - 有沒有 - 其實修法的部分其實非常多啦 - 不過我覺得延續2020年到2021的時候呢 - 有一個政策其實是我們要持續去推的 - 就是我們反對 - 瘦肉精的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- 進口到台灣來 - 那麼其實1月1號的時候 - 他們已經可以開始進來 - 對 - 那不過呢 - 我們希望能夠動員全民的力量 - 所以要發起一項公投案 - 對 - 公投案 - 那所以我們從1月6號開始 - 也會在全台各地開始做連署 - 那麼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- 能夠一起參與 - 這幾個月來大家都看到 - 蔡英文其實她真的是 - 說一套做一套 - 很厲害 - 對她8月28號自己宣布 - 要開放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之後呢 - 你有沒有發現她就神隱了 - 對 - 就剩蘇貞昌帶領行政院 - 陳吉仲 - 對陳吉仲 - 還有這個陳時中 - 陳時臺 - 對我們不能叫她那個 - 要不然會不會黃標 - 中要變成台人 - 對 - 對 - 然後就是跟那個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 - 就一路齁 - 就是很阿靶 - 然後很傲慢 - 在碾壓台灣的民意 - 所以我們2021年呢 -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公投案 - 能夠來對於這項政策 - 有所翻轉的機會 - 對 - 民進黨以前都在騙我們怎樣呢 - 這個憲法不符合時代橋流 - 要把它改掉 - 這民進黨以前常講的阿 - 對 - 說這個西裝太大啦 - 不行阿 - 要把它修 - 啊你們人民如果給我們民進黨够伴 - 我們就來給他修 - 喔 也努力了很久啦 - 蔡英文 - 兩者都够伴 - 你要修阿 - 如果年輕朋友 - 如果民進黨你們去督促他 - 我也出此喔 - 我先講的喔 - 如果台灣要獨立 - 我也出此阿 - 你要把它改成為台灣狗 - 我也贊成阿 - 我不反對 - 啊你要做嘛 - 趕快做阿 - 但是我還在等阿 - 可能青茂哥之前加入民進黨 - 沒有看過蔡同學講過一句話啦 - 我念中國書長大了 - 哈哈哈哈 - 對阿 - 所以你們要知道阿 - 今天台灣的政治阿 - 整個觀察下來 - 已經變成非常淺薄化了 - 坦白說啦 - 你真的花一點時間研究阿 - 各位年輕人你花一點時間研究不難 - 但是你不能完全偏在某個方向 - 現在民進黨是很有自信怎麼樣 - 覺得年輕人的票都是會投給他們的 - 這個倒不一定 - 對可是我的意思說 - 他們會用一堆 - 這種所謂心盈的想法 - 比如說 - 就像之前的這個同性婚姻 - 年輕人會說 - 哇這個好潮流阿 - 這個跟上歐美 - 那我想問問兩位前輩 - 歐美這次這個新冠疫情這麼誇張 - 這麼嚴重 - 美國單日來到40萬例 - 結果中國大陸現在怎麼樣 - 他們疫苗要送給人民 - 讓人民免費打 - 所以到底哪一個是真正是 - 對的潮流 - 所以我覺得並沒有一個對的體制 - 對不一定立委未來 - 一定這個立委就一定是好的東西 - 對我的意思不是說立委個人 - 我是說這個體制 - 所以都是隨著時間去修整的 - 對調整到 -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什麼 - 還是讓人民能安居樂業 - 能讓人民賺到錢嗎 - 其實我有一個要講 - 我前幾天有跟年輕人聊天到 - 英國一台飛機回來台灣 - 那一種嚴格度 - 跟當屬小民要回台灣的嚴格度 - 差很多 - 差很多這第一點 - 第二點 - 因為小民那一台回來 - 沒有人敢逸 - 英國這一台來 - 已經有四十個國家 - 晚對英國的飛機入境 - 那為什麼台灣要給他們回回來 - 很多年輕人為什麼要罵 - 你知道要罵什麼嗎 - 因為有那個變種疫那個進來 - 對 - 對不對 - 後來很多線數跨了很多起銷 - 後單單我們高雄 - 我那天看他們那類年輕人 - 開始罵了 - 就為了這個 - 為什麼讓他們進來 - 害我們不能參加那個跨聯 - 後那年輕人 - 再罵起來 - 很有勁耶 - 對 - 終於因為一件事情而已 - 讓他們馬上覺得說 - 英文你們在幹什麼 - 所以年輕人其實反應也是蠻乖的 - 只要你是給他們正確的信息 - 給人知道 - 名利如流水啦 - 講真話啦 - 轉向的 - 那所以最後韓國人想要告訴各位 - 今天2021年 - 這是1月3號 - 可能大家看到影片已經1月4號了 - 所以我期望未來的台灣 - 要更多人願意站出來啊 - 因為你不站出來就等於怎麼樣 - 默認這個政府做的一切都是對的 - 這個是非常重要 - 而且也特別宣傳一下 - 我們現在青茂哥在罷免這個 - 這個高敏林 - 是 - 惡靈退散 - 罷掉高敏林 - 高雄才安寧 - 哇 那個太好了 - 而且我最後還是想跟各位講 - 因為高敏林之前看到他 - 尤其在對於韓市長的時候 - 你看他現在對於這個 - 這個陳其邁完全都好像怎麼樣 - 怎麼樣 - 好像小媳婦一樣啊 - 哇 - 這樣的話 - 講什麼都很棒很棒 - 但是各位 - 我跟你講 - 我現在在懷疑 - 陳其邁可能會支持我 - 因為他們是不同派系 - 哎呦 - 他們是局系 - 哎呦 - 局系跟陰系 - 不合啊 - 林林要小心喔 - 林林 - 不要跟太緊啊 - 你跟緊沒有用啦 - 對 - 因為你們當時忘記 - 庶長出選你們怎麼殺陳其邁的嗎 - 對 - 對不對 - 哎呦 - 你們忘記了嗎 - 你們當時都叫我怎麼弄的 - 你們都忘記了嗎 - 哈哈哈哈 - 所以啊 - 我還是要給大家最後一個非常大的重點啊 - 今天看到一則新聞就寫啊 - 二零二零啊 - 是高雄 - 二十年來啊 - 沒有登格勒的一年啊 - 所以這代表啊 - 韓市長的真的 - 現在你要講到這一點喔 - 好啦 - 告訴你們啊 - 剛剛我們三個就是 - 去雲林 - 大家新聞都有報導了 - 對 - 所以剛剛也看啊 - 佳溫姐 - 跟韓市長 - 其實這樣你們就了解 - 如果沒有當時韓市長 - 跟李四川副市長 - 包括李逢源來當 - 所有高雄市 - 所有的地下的一些建議 - 徹徹底底的把它清乾淨 - 徹徹底底的把它全部都疏通 - 看 - 如果沒有他們這樣的努力 - 高雄二十年來第一次沒有登格了 - 我相信聽到這一點 - 因為大家心裡都有一樣的感受啦 - 啊所以說我們也有那個委員 - 還有那個韓國連 - 我們現在都一直在呼籲正能量 - 我們的好朋友王佑正 - 他是正常發揮嘛 - 正常發揮正能量 - 這個數量跟大家等一下來比一下好不好 - 因為這個要感染 - 所有的人正能量 - 包括有話語權的人 - 如果你們這些有話語權的人 - 都沒有正能量 - 我跟你講喔 - 你就不要看他的主播喔 - 你就不要看喔 - 只要沒有正能量的 - 不是影響新的未來的 - 都不要看 - 好 - 欸我這樣講會不會過分了一點啦 - 不不不不 - 很合理啦 - 本來就需要正能量 - 這個slogan大家來喔 - 正常發揮正能量 - 好 - 如果喜歡今天這一集 - 記得幫我們按讚 - 幫我們訂閱 - 也支持我們的鄭委員 - 還有支持我們的青帽哥 - 如果任何想法 - 歡迎在下方留言 - 我們打假按獎 - 我們下次見 - 掰掰 - 掰掰